坐在1.8米长的桌前,左手拿着放大镜,右手握着一支钢笔,眼前戴着眼镜专注画画的,正是80岁的洞吃金德明。 日前,记者来到金德明贵阳的家中,他正在绘制世界地质公园吃金洞。 从40岁开始,金德明钻了600多个溶洞,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,为了把贵州溶洞奇观展现出来,他尝试在地面塑造溶洞景观。 退休之后,更是每天坚持绘制溶洞图,实景呈现了中国溶洞奇观。 最初画溶洞时,为了展现溶洞的千姿百态和磅礴气质,金德明试过油画、水彩画、中国画去描画溶洞世界,但效果都不佳。 最后,他选用钢笔画去展现自己早已了然于胸的溶洞大千世界。 他这个表面非常吸引力各种形态,就是变化无穷,很细很小的东西,这些东西正是他非常美的地方。 你用大毛笔一挥了都没有了,我也试过不行,所以只能用钢笔细小的那个笔点,一点一点的把它来原生态。 它是怎么长呢,怎么长出来呢,都要把它交代出来。 从2012年开始,金德明用白描手法绘出了231幅溶洞钢笔画作品,但对他来说,一直想绘制的是世界地势公园,6600米长的织金洞。 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一世界奇观,2016年,金德明开始对织金洞进行实景绘制。 就是我对他有一个特殊的感情,因为我喜欢他,就是他的形态吸引了我,因为他这么多形态,有宏观了,有我一贯了。 对于金德明来说,绘制至今洞最难的是如何布局,以及每幅画卷如何自然过渡到下一幅。 每次他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思考,有时甚至会再次下洞,对洞内进行勘察。 6600米长的织金洞,金德明用钢笔绘制在20多米的画卷上,耗时4年。 所以年过八旬,金德明依然精神抖擞,只是常年握笔画画的右手中指已然变形。 从拍动、躁动再到画动,每天游走于纸上的金德明,用钢笔画赋予了溶洞另一种鲜活的生命形态。 以后打算再继续画画面的东西,只要画那个手还拿得起笔,不搞这个事情,我觉得我缺少什么东西。 目前,金德明实景绘制的织金洞已经入收尾阶段,正在进行细化工作,预计2019年5月底将对外展示。 然後再继续画个组合道、代表剂房里面可变的成功,预计,预计,预计。 最后红粟大人的明镜状 Round2达你更替闭Im绮成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